另外 反贪会也逮捕了一名涉嫌滥权挪用财政部发展资金的法定机构前首席执行员 这名60来岁的嫌犯今早被押往部城推示厅申请延扣 获得推示批准延扣他两天 直到明天已驻查此案 根据消息人士 嫌犯昨晚8点左右到部城反贪会总部入供时被捕 他涉嫌在2019到2021年期间将财政部一笔12亿令吉资金的一部分 转移给承包商和谈判人员 但是他们和政府贷款申请中所说明的开发成本没有关系 根据了解 反贪会昨天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两名法定机构的高官 反贪会调查组高级总结杜斯里西山木丁证实了这项逮捕行动 同时透露当局援引反贪会法令第23条文展开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